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咱们继续学习CSS3 今天的主题 大家请看 LandHight航高的设定 什么意思 比如说咱们在网页中 有很多的文字 很多的自然段 咱们如何设置航高 就会用到LandHight的属性 今天咱们一起来学习一下 好 看一下这个知识点 就一个 当我们要设置自然段 行间距的时候 该怎么做呢 用到这个LandHight的属性 我给您讲解一下 分析一下 什么意思 大家请看 我这有一个示意图 咱们一起来看一下 大家请看 这就是这个示意图 都是什么意思 比如说咱们有个自然段 这个自然段中 有这么一行文字 Welcome,Video 欢迎来到小马视频 对不对 然后我给这个字号 设成是32个像素 Fontal Size 没有问题吧 这32像素代表什么 代表这个字体 从天到地 所占的屏幕的像素数 没有问题吧 然后我这有两个蓝色的横线 给它隔开 这个呢 是字号 那么LandHight 航高是什么意思 大家看见六四 看见六四 对吧 我怎么给移开了 稍等 好 看见六四 这是什么意思 这是说 这个字体 包括上下鱼白 所占的屏幕的高度 叫做航高 大家请看 我这个字体占的高度 是32个像素 而我这个航高 占的是64个像素 它上下有鱼白 这样的话呢 就能够控制 自然段之间的航间距 自然段文字之间的航间距 没有问题吧 好 咱们马上用代码 咱们直接用例子来看一下 我这给您准备了一个HTML 里面呢 有三个P 没有问题吧 然后呢 这是咱们样式单 样式单内容呢 一会儿把它拷贝过来 咱们先不拷贝 咱们先看一下 我默认的 我这个文件运行的结果 好 咱们试一下 今天是第九课 试一下 大家请看 这个是咱们默认的浏览器 所显示出来的自然段的内容 然后我先给它加上一个字号 FonoSize 然后咱们再加航间距 试一下 我把咱们这个P考过来 但是 稍等 我先把这航高屏蔽起来 咱们先看这个字号 是个什么效果 F刷新 注意看 Go 我把这个字号调大了 对不对 它用的是系统默认的航间距 是多少 不知道 为什么 因为每个浏览器是不一样的 对不对 但是咱们设置完字号 然后咱们看一下这样式单 看这地方 我设置32像素没有问题 对不对 好 它这怎么画了是这个斜线 画了是这个删除线 我这明明是这个备注 无所谓了 好 那么咱们字号是32 那么咱们行高 我设成64 也就是说 我的行高 我的这个行 包括上下于白的高度是字号的两倍 可以这么理解吧 好 咱们看一下效果 存盘 F5刷新 注意看 Go 大家请看 这个可能看来不明显 其实是说 这一行的加上下于白的高度 正好是字号的一倍 没问题 为了让您看得更明显 咱们这样做 怎么做 如果我把这个字号和行高 设成一样的话 都是32 该怎么理解 会怎么显示 咱们回到我的示意图 大家请看 我的字号是32 我的行高也是32 会出现什么结果呢 对 会让行间距等于0 会让行间距等于0 也就是说 我自然断的每一行之间的空白 这个余白是0 为什么 因为字号的高度和行高是一致的 我现在设为了32 对不对 咱们试啊 看对不对 注意看 Let's go 大家请看 因为行高和字号是一个高度 所以说自然断 自然断每一行之间的行间距变为了0 对不对 非常紧凑 看起来非常不好读嘛 对吧 一般来说 咱们都要这个行间距给定值 比如说 我的行高 这个字号还是32 我行高给48 这样看起来就读得非常舒服 对不对 你看 加上一点这个行高读下就很舒服 对不对 那比如说 我再处理另外一个问题啊 这个地方我如果给0会怎么样 字号还是32 但是我行高为0 那么画面上该如何显示呢 都挤到一起去了嘛 对不对 它没有行高 那怎么理解 刷新 马上看结果 注意 F5 看咱们这个行高等于0 注意看 Go 大家请看 都挤到一起去了 根本没法读 对吧 为什么 因为行高为0 对吧 所以说 这是不可能的嘛 但是我为了给您这个演示 咱们看一下实际的这个 各种各样的这个设定效果 便于您呢 对于这个Lan Hite 这个属性的理解 OK 看来咱们还是设成 32跟48 更好读 是不是 OK 以上就是今天我给您分享的 关于LanHite的这个知识点 不知道您掌握没有 应该不是很难吗 对吧 字体是自己的字号 字体 然后呢 字号是自己的字号 行高又是另外一套设置 他们两个呢 应该相互配合 达到最好的阅读效果 这个呢 您要在这个头脑中 有这个意识才好 OK 以上呢 就是今天我给您分享的 关于LanHite的知识点 不知道您听明白没有 应该不是很难 我代码呢 会放到看中国的服务器 我的视频呢 会传到优酷YouTube 包括B站 供您下载观看吧 好 那这个视频就到这里吧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